昨天全國中小學開學 有93所學校出現了一人班級 只有一個新生 而其中以新北市跟花蓮縣最多 圓圓大眼有點聲色害羞 他是花蓮縣社工鄉西口國小 一年級的新生劉子瑞 今年一年級新生只有他一人 會有失望嗎 一點點開心 一點點開心 就一個人的時候有一點點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就我一個人不會這麼吵 我們有申請教育部的 跨年級教學的那個試辦計畫 所以原本我們某些課程 就是合併不同年級的班級來實施 然後但是在同樣的課程當中 去達成不同年級 他們要完成的能力指標 受到虎年效應持續衝擊 今年花蓮縣新生入學 一共有八所小學出現了一人班級 去年新生人數就只有一人的學校數 在花蓮縣我們多了六所學校 去年就只有兩所學校新生入學人口是一等 今年有八所學校 去年受到虎年效應的衝擊 小一新生人數只有十七萬四千多人 創下史上最少的紀錄 今年全台各縣市國小 雖然比去年多了八千多位小一新生 但還是有九十三所學校 一百三十個一人班級出現 其中以新北市跟花蓮縣最多 台北市沒有一人班級 不過近幾年新生人數也稍微下滑 一百零三學年小一新生超過兩萬名 去年受到虎年影響 只有一萬八千多人 今年稍微回升 一億勺子化各縣市陸續減班受身 面對明年的龍年入學潮 台北市目前傾向不增班 今年更投入一億元經費 讓行動載具融入教學 目前已經有七十九校參與 佔全台北市的三分之一左右 希望在一百一十學年 兩百三十多所公立高中以下的學校 都能夠全面智慧化 記者花蓮台北綜合報導